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夏季如何养好长寿花 那么我们在夏季想要养好长寿花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三件事坚决不能做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施浓肥 因为这个时候温度太过于高 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35度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施肥 无疑是写上加霜 因为这个时候长寿花的 它的吸收养分能力非常弱 如果这个时候给它施肥的话 很容易造成长寿花的根系 出现肥害 那么长寿花根系出现肥害 是严重的影响下半年的生长 那么甚至可能等到花期 可能都开不出花来 所以我们切记给它施浓肥 如果说我们真想要给它施肥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水肥 来给它充淡一点 然后给它补充一点肥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 我们的养护环境一定要通风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通风条件不好 那么就会造成盆土的表面 也有一些续菌快速的繁衍 尤其是我们浇水过后 如果我们的养护环境不通风的话 那么长寿花的盆内就会积水 积水的话就会出现烂根 长寿花它是一种非常耐旱的植物 如果说我们长期让这个长寿花积水的话 那么在夏季是很容易出现烂根 或者出现这种烂叶片的状况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浇水 那么我们把它浇完水之后 一定要把它放到通风的环境来 让它迅速吹干这个土壤 不给它长期积水 那么第三件事不能做的就是阳光直射 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阳光直射的温度可能达到35度以上 所以是很容易让这个长寿花叶片被着霜 然后出现腐烂了 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三点 我们一定不要做 如果说我们的长寿花叶片出现腐烂了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剪掉 不要给它继续虚精的感染 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它 所以在这段时间 染护长寿花大家一定要避免 这三件事这样子也不能做 如果说我们想要它的根系强壮一点 不容易出现腐烂 那么我们最好一个月 给它使用一次磷酸二斤甲 因为甲岩素它可以强壮长寿花的根系 这样的话不会容易让它的根出现腐烂 还有甲岩素 它可以让长寿花的叶片水分 不容易蒸发的太快 让它叶片保持翠绿 增加光合作用 让它叶片更加的健康 根系更加的健康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夏季 养长寿花要避免的一些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